是的 没错 今天从斯达的分享来看 斯达真的他很会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就不要把自己的眼光 自己的思想一直放在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上面 那斯达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觉得从儒学和论语的角度去看 咱们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咱们去怎么去爱这个世界 爱社会 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一个自私的 我觉得东西 因为可能这个世界我们都是很自私的 你就一放下这个自私的那个想法 你会觉得我要活 另一个人也要活的话 你就肯定会改变你的那个想法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看 他在比我挣钱比较多 他看起来比我更快乐 你就会开始就这样 你根本永远不会快乐的 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是社会嘛 就是我快乐 你也要快乐 就是你看看一个社会上 就是五个人快乐的话 一起快乐的话 这个社会是多快乐嘛 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 然后就是比一个例子吧 就是我们就有个人现在 五个人就一个一个从里面 然后我看你 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 我就帮你 就是我看别人看我帮你 可能他们的想法也会改变的 我就会为了每个人就说 你要比较商量一下 因为这个不要很多精力 但是你也不要花很多钱 还是之类的 你要就可以说一些好花 就是比较小小的跟他们说话 也可以改变社会的 就是社会是很简单 认识就是复杂 有一个中文 有一个社会很简单 复杂者是人们 我听过一样的以前 可能多云上也很活的吧 就是社会也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我们人就是复杂的东西 其实我们也可以放下这样的心态 可以就是别人也可以一样看待 就是我有人称 他也有 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互相爱护 互相可以过日子多好呀 就你一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这个社会和人称的关系会比较越来越好 是的 感谢斯达的分享 斯达说的非常的有道理 非常的好 那第四位小伙伴 第三位小伙伴克里斯克里斯在吗